好,各位来我说一下哈 现在咱们要连上我们的阿里云的服务器 连服务器的话 首先哈 你可以在这个阿里云 你可以先登录你的阿里云 登录阿里云这个网站哈 让它登录成功了之后呢 点这个叫控制台的地方 就你先登录阿里云哈 登录阿里云之后呢 我这边已经登录过了哈 你没有登录间登录就行了 然后登录了之后点这个叫控制台 好,在这个控制台上面 咱们就可以操控自己的服务器哈 好,怎么操控呢 先看左侧哈 左侧这里你可以找到这个叫云服务器 ECS这个地方 咱们是不是买的叫ECS的服务器啊 弹性计算服务嘛 好了,咱们就点进来哈 点到这里 点了之后呢 咱们就会看到左侧 这边的这个菜单里面就有一个叫实例 咱们买的每个服务器就是一个实例哈 这是一个服务器的实例 咱们点进来 好,点进来之后先确认一下你的服务器在不在运行中哈 如果你服务器是停机的 你就沟通这里点启动数就行了 你要想停服务器有点停止 重启到这里哈 如果你不记得你的密码了 可以在更多里面去重置密码 密码 重置密码 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重置密码啊 如果不记得密码就在这里重置哈 将来如果你服务器到期了都还想用 就在这点续费也可以哈 反正这边就可以操控你的服务器哈 配置操控你的服务器 包括将来你服务器 你觉得你不想用伸透S了 你想换个Ubuntu来用 在哪可以换呢 看啊 你买了这个服务器之后啊 你看如果你想换系统 你还换系统的话 这边还可以换哈 来这么看一下 那边有个磁盘和镜像 看到这个菜单了吗 这边有个磁盘和镜像 如果你的服务器是已经停机了哈 如果你把服务器停了 这边就可以重新初始化磁盘 这个初始化磁盘就相当于把硬盘上的东西全抹掉哦 就把硬盘上的东西全都抹掉了哈 然后这个叫更换系统盘 更换系统盘 你就可以选其他的系统 懂我的意思吗 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操作系统哈 我们让大家说的是渗透S嘛 对吧 好 渗透S是Linux的一个发行版本 为大家简单解释一下哈 刚才我说到Linux这个系统 Linux系统呢 我们刚才说了Linux哈 Linux给你的是Linux的内核 Linux的内核 好 但是我们要用Linux的话呢 得去用它的一个叫Linux Linux发行版本 用的时候用的是Linux的发行版本 就是不仅是内核 它还帮你装了很多的实用的工具 很多好用的程序在里面 所以你用这个范 你装的时候 肯定要装这个叫Linux的发行版本 好 Linux有哪些有名的发行版本 好 最有名的叫红帽子 叫Red Hat 这是Linux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发行版本 叫红帽子 很多企业里面选择的时候都会选红帽子的 企业版的一个Linux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就是我说的Ubuntu 好 这个呢 主要是个人用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然后ScentoS ScentoS相当于是红帽子的 从红帽子野生出来的一个版本 因为红帽子它是 你红帽子的话 你要用它的企业版的 花钱买一个 然后ScentoS呢 是不要钱的 不用花钱的 所以将来很多 你待在公司很有可能会选择用ScentoS 这个系统 因为它有 因为它是源于红帽子的嘛 但它又不用花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是 企业里面做服务器的时候 它在选Linux版本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 用ScentoS的可能会更多一些 当然除了这些版本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么一些版本 什么ScentoS的对吧 还有很多 还有什么带编 这些叫Linux的发行版本 我们推荐大家用的时候 是用这个 用作服务器的话呢 用作服务器的话呢 肯定是红帽子和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就是源于红帽子的嘛 所以这个是肯定是个最好的选择 然后个人用的话呢 你用这个 乌班图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好 然后有一点需要大家知道 Linux的系统啊 你用 如果你装这个乌班图 装ScentoS 如果你个人用 一样可以安装图形化的界面 它里面仍然是有图形化的用户界面的 也是通过点鼠标就能操作的啊 但是我们用作服务器的话 要不要装图形用户界面 装不装 为什么不装 好 你装了图形界面之后 首先 你要装图形界面 安装体积就变大了 对吧 会需要额外的磁盘空间 而且你装的东西越多 是不是问题和风险也就越多啊 你想想Windows啊 为什么 为什么Windows到处都是一会儿又在打鼓的 一会儿又是这个漏洞 那个漏洞 因为这是套图形化的系统 你想想要运行套图形化的系统 比运行个运行个命令行的操作系统 哪个要加载的资源更多 占用的资源 加载的东西更多啊 肯定是图形化的 你用弄的东西越多 你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大 被攻击的风险就越高 所以你作为服务器的系统 一般都是不装图形化界面的 我们都是通过命令去操作 而且将来很有可能 你的服务器并不在你的本地 不管你是用云服务器 还是自己买物理服务器 就是自己买机器买服务器 然后把它放到电信的机房里 做主机托管 在电信那边做主机托管 就说如果你将来 不管是用哪种服务器 你都是远程登录 都是通过远程访问 都是做远程访问 因为服务器很有可能不在你本地 不在你自己的 不在你跟前 都是远程访问 好 这种的话呢 我们远程访问 更加不会使用图形化的系统的对吧 基本上是超命令 好 不用 没有图形化 一般都不装图形化的界面 如果你非要装图形化界面也可以 但一般都不装 你看 咱们买的那个阿里云 有没有图形化界面 没有 他只只装了那个 相当于只装了那个 只装了类盒 还有一些工具 并没有帮你装图形化的界面 所以咱们远程连接的时候 也是超命令去使用它 好 这是 Inux的一个发行版本 我稍微说一下 好 然后你看 如果你要换系统 在这换 在这可以换 好了 然后这里还有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 就这个 公网IP地址 看这个 你要连上你的服务器 就得通过这个公网IP地址去连 就这个 上面这个 底下这个是服务 这个是你服务器的 这个私有IP地址 上面这个是公网IP地址 你要连它就要用这个 通过这个去连 好 连你的服务器用什么工具呢 我在苹果底下用的这个叫terminus 大家还有别的工具 这个工具因为它分了 它是分了免费版和付费版的 我用的是它的免费的版本 只有它的基本功能 你们用的那个xshow 你们用的在window 在window叫xshow 用法跟这个是一样的 用法是一样的 它也分了家庭版和那个商用版本 商用版本肯定要强大一些 家庭版的话 可能就功能受限的版本 好 要连上服务器 这里要创建个绘画 你看 startization 刚才用xshow 是不是也要创建绘画 对吧 来你看我新建一个绘画 新建一个主机 你看这里我要书 我要给它起个标签 起个名字 我叫它arlin server 它起个名字 地址的话就写公网地址 写你的服务器的公网IP地址 好 如果你要用安全连接的话 我下选 ssh 安全连接 好 单口是默认的22单口 好 这就已经 这是用户名和口令 用户名的话 超级管理人的用户名是root 超级管理人的用户名是root 然后密码就是你自己设定好这个密码 好了 然后 这边就可以保存了 保存 好 保存了之后呢 然后现在我双击它就可以连上 你们那边也是一样的 你们那边也是一样的 可能第一次连的时候 要让你接收它的那个安全证书 然后还要让你输你的用户名和口令 反正不管你用哪个连 大概的方式都一样的 好 连上去连成功了之后 这边会看到你的服务器的欢迎信息 好 如果已经来到这了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就说明已经连上服务器了 好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讲 如何来使用这个操作系统了 好了 现在都连上了吗 好 然后刚才还说了个地方 咱们去连阿里云的时候 因为咱们出去的 咱们出去的是同一个IP地址 因为咱们是个局域网 是内网 咱们出去是同一个路由器 所以你看 咱们现在看到的IP地址 如果你在百度里面收一个IP地址 去搜索的话呢 你看 咱们现在出去的 咱们阿里云看到咱们的 阿里云的服务器 看到咱们的机器 咱们的IP地址 都是同一个IP地址 就这个地址 这是咱们出去的 那个路由器的地址 为了 为了不让阿里云 把这个IP地址给禁用了 因为咱们 咱们一起去连阿里云的话呢 阿里云有可能会认为 咱们是恶意连接 恶意反复 为了不让他把这个IP地址禁用了 刚才我说过了 你可以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个 你的头像这里 选择叫安全管控 点这个叫安全管控的地方 好 来到这个安全管控的这里之后呢 你可以找一下 找一下这边有一个叫 你点这个安全管控 进到这个页面之后呢 在左边找一下 有个叫 有个叫白名单 白名单管理 然后有个叫 反问白名单的地方 好 请你把你 咱们的这个IP地址 咱们这个IP地址 加到这个白名单里面去 点添加 这里输你的IP地址 这里把你的服务器选上 好 表示 这个地址 是不受限制的 要把它加到白名单里面 这个地址 不要不要去限制我 限制我 反正在服务器 人家点确定就可以了 好 你可以加下这个白名单 否则的话 有可能 咱们连 咱们连 连的时候 有可能你会 你会发现这里 连的时候 他老是说 服务器拒绝你连接 连接被拒绝了 这有可能是阿里云把你的咱们的IP地址给封掉了 好 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你加一个安全白名单 告诉他 这个IP地址是可以的 可以访问的 是不受限制的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前面的button 很多人都遇到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可以提前把这个加一下 提前把这个安全白名单加上 怎么了 重新装就行了 在没有试 在没有尝试玩网管三绝招之前 都不是问题 重启重装换电脑吧 对吧 其实很多问题 你发现 你试一下 真的网管三绝招都能解决的 对吧 很多问题 网管三绝招都能解决的 好了 来看一下 还没其他的问题 我再等大家两分钟 不好 来 Regard 来 去 na 禅 Entwicklung